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11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今天进行第二天 8号的上午首先进行咨询的县议员詹金富 对0918地震以及风灾之后 造成南区的高辽以及轮天两座大桥 到目前仍在进行变道的施工 快进入农忙时期 农民就担心如果变道不快点完成 也将会影响到农民的耕作、机械运输的工作时效 在0918以及风灾过后使得农民原本使用的高辽大桥变道 在台风过后遭到冲毁 而明年的春耕即将到来 在一期到作需要使用大型机具进行田地的整理 许多农民也呼吁花莲县政府 是否能够加速施工变道的修整 减少农民的运输成本 并且也对于教育处咨询有关有机洞来的供应 能否改变口味让学生可以接受 才不会浪费花莲县政府的美意 做好的变桥又冲掉 再次要做变桥 希望说县政府这里 对变桥的方面可以赶工去施作 让农民可以早一点走最近的路 两岸可以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轮天大桥 也跟高辽大桥是一样 经过很多的台风 道路又冲毁 再次的要施作变桥 这个也是关注我们农民收割播种 这是最大的那个 因为每一个农民都要走那个桥 希望说县政府建设处这里 可以尽快的复原我们的变桥 可以早日可以通 让农民可以走最近的路 没有我们绕很远的路 赤克山方面我也是今天也有提到 对于说在施作的进度 及安全上 希望说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尽快赶工 让工程可以延满结束 让明年的金星花开的时候 道路平坦 这是比较注重的 最主要是要问它的进度 记者凌杰花林市采访报道 是否已经转过来 谢谢大家 ' 呀 其實 剩下 北 北